大家好,我是大雷 之前大家看到我妈做的那个大果子 非常的喜欢 今天要让我妈再给大家做一遍 这回详细一点 拿出我妈的秘密武器 就是这一个,我就搁的,你看看 这不是广告啊,现声明这不是广告 这我妈在网上买的那种油条专用的 对 小麦粉 人家最好的,这些1000克,然后就是2G 2G能砸出一大盆的 咱家一会儿就一盆 就砸这些,就2G这个 行 这不是1000克吗 1000克,底下是放的水是多些 水是600克到650克 或者是570克,得加一个鸡蛋 知道吧,这个比例呗 对,你要想加个鸡蛋呢,你就570克水就行了 就这么简单,就加了些 行,明白,整吧 232克 加温水 嗯,温水 夹了一个鸡蛋 嗯 对 它这里头盐啊,啥的都喝完了 咱直接就倒面粉就行了 对 你那面觉得太简单了 看完我都会了 因为我看人家这么整的就特别简单 所以我也想什么事啊 哈哈 这个面跟馒头面是不一样的 这个面吧,不能这么这样揉 知道吧,不能像馒头那样揉 这个你就尽量就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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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玩了这样子的 就是这样子 啊 这样子 就是不能揉 嗯 这样子的 这个面一开始,或前是稀 你等到糊好了 它就不沾手了 现在就可年了 现在是年 糊了就好了 可累了 行 加油 经过我妈 二十分钟的艰苦奋斗 变成这样了 你看这个油好了 这个阿姨看就起泡了 看见了吗 这就起泡了 这就是油好了 就油光滑了 这样子你看 这样子都是泡泡 那都是泡泡 看起泡 我就这样子 特快 完了 你这样子油好了之后 你就搁这家的醒 半个小时 完了 盖上盖 你再油 不用搁热乎的地方 就是 恒温就行 这晚上不用搁热乎的地方 就搁这盖上盖就行 盖上盖就行 再油一次就行 半小时一倒 已经变成这样了 对 好了 可以了 先这样子就行 现在就不怎么那么粘手了 不那么粘手了 倒点油 底下有点涨 对 然后 它粘了 好了 好了 夹喝就行 盖上盖 明天早上怎么就行了 今天过来我妈就把油给倒上了 准备开炸 咖啥这么一块一块的 对 咖啥就是不能往一起炉 你炸的时候往一起炉 要不你炉在一起 到时候时间长了 它就不开 就炸得像死面 行 对 这是主要的一点 厚度 厚度就这么厚就行 这么厚就行 嗯 嗯 这个油温试一下 反正我就是认为就是烤手 嗯 烤手就是差不多 嗯 行 有点长了 炸的时候必须得来回去翻 让它受热均匀 不能割里它就不管了 那肯定得翻了 对 就是这样还来回去煮 来回去煮 对 来回去煮 对 来回去煮 这个油温还是有点低一点 再稍微高一点 一个就是车室的 对 对 不要煮 对 对 对 OK 就是这样 对 可以起 就按一下就行 别死大劲 嗯 按一下就行 行了 嗯 最后一个下锅 这就是蒸好的状态 丑的就想吃一口 残烂 丑肉 咬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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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吃了 就是这个味儿 嗯 嗯 多好 哈哈 啊什么 你妈说上四个 我说我还没吃完呢 这四个也不一定要送的意思 哈哈 这一碗这样子呢 嗯 都吃了了 那给米球留一个 给米球留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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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也说下锅 太确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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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